哈喽 今天武汉又是一个好天气啊 好天气 哎今天 看 武汉前几天不是 已经变成低风雨区了吗 武汉的所有的 星星都没有了 这是我们小区里面原来做核酸的 搭了棚子 我今天出门发现 也没有拆啊 这是牛的干嘛的 随时准备 随时准备吗 好了出发 下车请注意安全 请车长关注老年人落座后再席不换行 不能够坐公交车啊 真的不能够坐公交车 武汉现在已经变成了低风险区 但是管控仍然还是非常的严 原来就是那个如新到武汉之前 就坐公交车就不看健康码 直接测体温就行了 但是你看现在还是测体温 检查健康码 所以本来是一个小时的车程 现在坐到了接近两个小时了 因为车上面有很多老人 他那个手机玩的也不是特别好 他不是那种比较好的5G手机啊 信号有时候也不太好啊 所以他给那个司机去检查健康码的时候呢 就非常的浪费时间 每站都要等很久 我今天来的是西北湖 西北湖 在武汉这边也是蛮有名的 你要是说武汉哪里最富裕 最富裕啊 就是这里 应该说之前的 西北湖是顶着 第一代武汉人最富裕的地方 曾经武汉最有钱的人都聚集在这 西北湖有分北湖和西湖 就叫西北湖 这个是北湖 那边是西湖 这边是西湖 那前面是北湖 那还有黄啸西路 这边高楼林立啊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 西北湖 那边是西湖 那边是新世界 好多年前就还没有国广啊 就是奢侈品牌的商场 新世界就是武汉最奢侈的品牌 你看看 这个 大楼 而且美国的武汉总领事馆 就在这里面 通报一下我为什么今天跑这里来 今天是春朗花开啊 春朗花开 穿这么少 对不对 但是呢过两天 武汉就又要变天了 今天是15-28度晴天 明天就是震雨了 晚上是大雨 就是武汉人不骗中国人啊 就这个季节是武汉最舒服 最好的季节 不热不冷的 再过后面 你要是一下雨 下雨以后啊 还就 闷热 就是 那个时候就特别难受 连门都不想出 今年因为这个疫情管控的原因啊 五大的樱花 今年是肯定去不了了 已经公告了 不对快放了 那还有什么地方可以看樱花呢 听朋友说 这是武汉 西北湖这里的樱花也很好看 我没有来过 所以今天就来采采点 目前我看了一下确实还不错 这还可以啊 这是第一柱 是吧 还蛮美吧 解决一下中午的中餐问题到中午了 正好 雪冲路也挺近的 这还有年轻的小姐姐们划划板 长板 这个就是新世界百货 这个楼 这里是新世界国贸大厦 看这几个国旗 看了没就已经知道了 我刚才所说的 新世界百货 中国国旗 中国国旗 法国的 欧盟的 美国的 美国国旗怎么看得这么脏啊 最脏的就是它 为什么没换啊 哈哈 所以武汉的总领事馆在这上面 47楼 近距离再看一下 新世界国贸大厦 这是白宁啊 刚才看了几个国旗 是不是看了美国国旗是最脏的 其他都是新的 新世界百货 这是中午啊 这是休息时间 前面那个路口 左转进去 就是雪中路啊 武汉有名的宵夜 美食街 户不下 可能武汉人不见得每个人都去过 但是雪中路 这边估计百分之多少大部分人 在这边推销 饮料都喝的是洪流的 哈哈 档次都高一些 哈哈 开玩笑 开玩笑啊 你发现没有这车都好一些啊 刚才特斯拉 宝马奔驰 你看 这边是车停都是好 就看到没 所以它是富人聚集地嘛 哇 哇哇哇哇 都是豪车啊 是吧 这么集中 你看 这台这么集中的 也只有这里了 现在是武汉天地那边 是富人聚集地了 西北湖是属于早一代的啊 早期的富人聚集地区 但是寿司的骆驼比马大呀 从这些车从这些配置来说 都是能够感受出来的 因为它这个地理环境是好了 市中心啊 武广啊 是吧 武广啊 中山公园啊 包括那边的 那个叫啥 花园道啊 对 它都是一个消费 晚上消费热闹的地方 我们现在走的就是 这是雪中路 这是平民啊 它又有高档的又有平民的 宵夜的地方 每是一条街 你看这酒店也都不错嘛 新华 这个应该有四星级还是五星级酒店啊 不知道 今天中午随便吃点吧 就一个人 好 老师的同学们 今天下午第一学课 我们要对三连级四连级和六连级同学 进行音乐的随常练习 对 看到小学想起来了 嗯 昨天这个经济机 孩子都已经返校了 我们家的那个 吸金兽也回去了 回去也回学校了 所以才有时间到处出来转 那边钓钓钓虾 现在的小龙虾已经上市了 又一年了 小龙虾又出来了 好了 尝一尝 牛肉口 平时也很少来这个地方 因为这边人太多了 一般周末来的话就排队 所以这边来的也不是特别多 尝尝嘛 尝尝嘛 薄饭 这个 鱼肉汤 绝配 不可以 不可以 好啦 吃完了 吃饱了 准备去看樱花 我看这湖多 但是 这个水质没有东湖的好啊 我看这是个死湖嘛 人造湖 这也是在清理啊 这没有这些皇位工人啊 他们也不是皇位工人吧 应该是那个湖泊管理的 什么的 哇 这里已经看到一大船白了 这条路叫黄孝西路 这条路就是把西湖和北湖一分为二的一条路 这条樱花还真不少啊 其实武汉的樱花还蛮多的 哇塞 坐公交车随速都可以看到樱花 这樱花还蛮大啊 而且品种全部是这种白色的 白色的樱花 我不知道大家喜欢哪一种啊 反正我个人觉得我喜欢白色的樱花 樱花我感觉是白色的好看一些吧 虽然也有红的什么的 这样看也不错 嗯 也挺美的 这种感觉不一样 这是 背景是那种高楼 是吧 高楼大厦 然后前景 中景就是樱花还有湖 哎 我觉得 还蛮有感觉的 啊 这条路 哇看现在起风了 在这个树荫下面 音树下面应该能够感到那个飘落的樱花 所以这也是我今天 哎呀你看那漂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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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是我今天要来的原因啊 因为今天晚上明天就要变天了 这个樱花一起风就全部会脆落的 哇 哇 好美啊 很美啊 很美啊 对 看 一张眼镜飘落了樱花花瓣的 起过 逛过几次 大风的洗礼 这边就全部凋谢了 这边属于早期樱花了 早樱 哇塞,好好看 好好看啊 这个时候来点音乐 哇,戴上耳机,在这里漫步 我觉得特别带感啊 但是首先,我们开始认识了 我确实知道,你已经到外面了 我确实有点 我确实能让你带着 我确实现在在那尾巴头上 我确实在建议中 在这一期间、冰odu达人 不选拟 因为我们会发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嘿嘿 这就是西北湖公园的樱园大道 我自己跟他起的樱花大道 还可以啊 这里还不错 这是我去到武汉好几个赏樱的地方 我觉得这个地方真的还蛮推荐的 第一他不要钱 免费 第二人又不多 人非常少 虽然今天不是周末 而且他这边樱花全部是白色系的 白色系的 特别好看 纯洁 在室内 也不用堵车 多好 拍拍照 吃吃饭 那边还有小吃一条街 吃完了出来逛逛 或者逛完了再去吃 多开心的一天 这个樱花是属于早樱 再往后可能就掉泄了 可能在起风 变天 看一次 扫一次 好了 这就是和大家分享的视频 我是罗宾 我们下次见了 拜拜